注意注意,你的军师已上线 不知道兄弟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 完了之后呢,向身边朋友去请教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追到这个女生呢 完了之后,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 那追女生呢,肯定是要胆大心细脸皮厚的 你听是听懂了 但是你不明白怎么去做 什么叫胆大心细脸皮厚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兄弟 有的啊,弹幕给我扣个1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叶子就要针对这个问题跟大家唠一唠 为什么说追女生要胆大心细脸皮厚啊 首先我们来说说胆大 这一点呢,是追女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说这一点你没有做到的话 那么后面两点呢,你基本上也就不用做了 当然了,这个胆大并不是说 让你要做什么英勇的事情啊,去表现自己 而是说要在追女生的时候呢 不要犹犹豫豫的啊 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跟喜欢的女生呢 晚上去公园散步 这个时候呢,你非常想去牵她的手 但是吧,你又不敢 犹犹豫豫豫唯唯唯唯唯的 到最后你们俩都快回家了 这个女生的手你还是没有牵上 实际上这个氛围呢 是非常有利于你去牵手的 可能有些兄弟会觉得 我这么贸然的去牵她的手 要是她拒绝我了 不同意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啊,不会的 为什么 你想想看,这个女生她竟然答应你这么晚的时候 还愿意出来跟你散步 说明什么 说明她从心里啊,接受你了 甚至可能说,这个在给你机会 机会都给你了,你还不把握吗 追女生不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向她靠近吗 如果说你总是犹犹豫豫唯唯唯怒的 那么反而会让女生对你失去兴致 她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没有主见 很没有自信 兄弟们,机会是要靠自己去把握的 好,这是胆大 再来说说第二点 心细 大家都知道 女生都是比较细致化的嘛 比较在乎细节的嘛 那咱们在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呢 心思一定要细腻一点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女生经常问男生的一个问题 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这个时候很多兄弟都是上下打亮一眼 想了很久说 我觉得没啥区别啊 甚至到最后还是女生告诉她的 你没发现到我今天的口红跟昨天不一样吗 那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兄弟没反应过来 还是会觉得,我觉得没啥区别啊 你看,这样心思就不吸你了吧 就会让女生觉得 你心里没有我,你没有在意我 所以呢,咱们在跟女生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女生的身上 这样的话,女生会觉得自己被重视了 也会觉得你很心细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跟女生在聊天的时候 女生跟你说 虽然办公室开的空调的 但是手脚还是好冷啊 你听到女生说了这句话 第二天你就给她送来一个暖手的 送来一个暖宝宝 那么女生看到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惊讶 就会觉得 哇,这个男生真的很细心 我昨天就随口一提 他今天居然就真的给我买来了 他就会觉得你很贴心 瞬间就会对你的好感上升了 好,这是第二点心细 下来说最后一点 脸皮厚啊 脸皮厚其实在追女生的时候还是蛮重要的 很多兄弟在追女生的时候呢 就是脸皮太薄了 喜欢一个女生不敢去表白 害怕被拒绝 就拿这个第一点 这个大胆中的这个例子来说 牵手啊 你不敢牵他的手 为什么 你脸皮薄呀 你害怕被拒绝呀 对不对 但是被拒绝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谁说拒绝了你 下次就不可以再去牵他的手呢 对不对 这次他拒绝你了啊 没关系 散步的时候不给你牵 咱们就看电影的时候牵 看电影的时候不给牵 咱们就玩游戏的时候牵 总之就是找各种各样的机会 去牵他的手 在追女生的时候呢 就是要不屈不挠啊 花点心思 这样才是脸皮厚的正确态度 所以兄弟们 看完了之后 现在该知道怎么去做了吧 也明白了胆大心性脸皮厚 该怎么去操作了吧 好啦 今天就落到这了 下期见